今天的天氣不錯 我想應該是可以的 訊號有沒有回來呢?我看一下 這就是我說的救命怪貓嘛 又回來了啦,多厲害啊 扣緊一點,免得因為行車震動 造成墜落,看起來是還可以撐得住 看看還活著嗎 實在是厲害啊 今天的天氣不錯 應該是有機會 我現在是用搶救的方式呢 剛剛結束再把它直播一次 那看能不能連續 看來是有機會 看來是很有機會 但是這支iPhone讓我看直播 是讓我看到齁 真的是頭皮發麻 用iPhone沒有一天順了 一下子FB的那個視訊啊 視訊電話接不起來 每天都會發生一到兩次 怎麼接就是接不起來 可是安卓隨便接都接得通 我就是這支手機 12 Pro Max 是讓我最後悔的一筆花費 但是我不買它 老實講我也沒有辦法 我不買也不行 因為工作上就是需要 真的又回來了 真的是九命乖 那我再驗證一下 這一支iPhone能不能看得到4K 我為什麼能夠做4K 我這邊要跟你們說明一個原因 因為我用的是聚合的訊號 聚合的訊號就是把兩張SIM卡整合綁在一起 用了台灣大哥大跟我們的中華電信 那形成現在這樣的一個直播效果 這樣一個直播效果 就形成了你看到的訊號品質 那這樣的訊號品質你滿意嗎 你滿意嗎 滿意的話就 就滿意 不滿意呢 不難以我什麼辦法 東西沒有一個是我做的 有什麼不滿意的 你也不要買送入雷夢了 好 車輛的共振告訴你一件事情 車輛的共振會不會影響收音的品質 那我這邊呢 直接就讓你聽聽 你要受到的影響 那再加上我要給你的擺扇 好 南閣天氣怎麼好 心情不快 空氣舒暢 非常的開心 啊 這就是 舒服 舒服 非常的開心 那進行改善 各位看一下 那我收購不要去蓋頭 這邊先收掉 這個是雪架我們先收掉 剛剛我開的空調 你又明顯感受到北宋對不對 好 開了空調之後就會被送 這個是難免的事情 也是很迫不得已的一個情況 接下來我要用新的這個收音 把它做得更完整 打開打開 那我用Type-C送進去 那我們來看看聲音是不是能夠連結得很好 好 黑鳥麥克風 黑鳥麥克風Type-C送進去 我要捅囉 各位 我要捅囉 我相信現在聲音會是奇方惡劣 奇方惡劣的聲響 來自於我們的這個現在聲音會是強烈的 這樣 嘗試一下 跟那個 跟我們來講 連長秤都不能做這個小精神 讓我們來講 有一種吹菇拉手的感覺 好 我們去 其實我們去的 一個是 川菸的 舒服 你们有没有被我抠的感觉 我现在有没有抠到你 如果你被我抠到了 觉得舒服 刷波66666 那么这么明显的差异 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源源来自于科技给你的辅助 有了科技给你的辅助 黑鸟三合一麦克风 就可以上市了 如果你满意的话 我们就让黑鸟三合一的这个麦克风 上市来服务各位 如果你觉得声音不错的话 那么请给我们一点点的鼓励 我不需要你的掌声 我只希望你给我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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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考证了现在没有人要甩我 不够意思 谢谢木鸟 换新的 谢谢木鸟 换新的 是是声音回来了 声音突然消失 谢谢木鸟的这个笔记提示 好嘞 那么今天呢 电视台呢 要来买忍者的灯 我要赶快回去 他买忍者400 要买一大批 没有啦 先做两颗放样的 未来的忍者400 Mark II 电视台要来买两颗 先买两颗试试看 那说不定会是一笔大订单 我们非常的感谢您的支持 还有朋友的介绍 他会一直断讯 但是事实上 是iphone的问题 他就是会一直断讯 那中华电信 台湾大哥大 4K的讯号 我们现在往台北前进 但是logo呢 也算还ok 还ok 安卓正常就好了 苹果就不在乎了 空调 他开的非常的巨大 声音响非常的巨大 大到就是说 让你不舒服的感觉 空调给他关掉 空调给他关掉 感到不舒服 但是呢 你如果说没有用 声音的这个介绍呢 没有用麦克风去介绍呢 你的声音是完完全全 是不能听的 所以直播的麦克风收音 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要啦 重要的不要不要的 空调打开 4K的直播呢 又要行动 这难度就更大了 现在跟各位测试的是 4K FB直播 那等到再播个三趟 没有问题 就开始释放了 这个推广的一个项目 如果脸书的账号 又被人家给关了 我就真的不想害你们了 因为我被关太多次了 都要去跟我们同事 借账号做直播 我就是4K直播完 他就是禁止我直播 我看的时候也会骚扰我 我觉得是bug啦 没有处理好啦 但是我又能怎么样呢 我就只能任他关了 任他对我采取 严厉的措施 不过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好歹我也是靠脸吃饭的 我是靠脸书吃饭的 现在风吹进来 看看这支麦克风 对于风的那个 还有车外的依照能力如何 因为我的很敢挑战 因为我麦克风开得很大声 那所以杂音也会跟着进来 这个时候啊 就考验麦克风的性能 是不是有足够的担当呢 把好的声音弄给大家 这一点呢 就是真的考验了 因为4K的直播 我们搞不清楚 就是我个人的问题 还是我人品有问题 还是我这个渣男有问题 就是我用4K直播 就是我的账号就会被锁住 但是我昨天偷偷播了很多次 他没有锁我 所以我今天又赶快再播播看 如果被锁住的话 我就不会再玩4K了 如果没有锁住的话 我会继续试试看 FB4K有一定的难度 就是 你要不要去堵你的账号被他关掉 因为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 我这一天都要被人家关账号 所以为了这件事情 我又去请了三个账号 避免他把我给关了 但是我发生不妙的事情 就是 脸书一直断我的讯号 不让我看直播 那这个事情通常都发生在 iPhone的手机上面 安卓基本上是不太会 按iPhone iPhone iPhone就是会这样子 我的iPhone从来没有看完一场完整的直播 就一直给你断了 然后我就必须要重新滑开它 真的吗 够了 然后iPhone的WiFi超烂的 没有经过 没有经过手机 WiFi可以烂成这个样子 要不是工作需要 我绝对不会拿iPhone 真的是很不好用的东西 再来教大家 当你的镜头吃光的时候 你的画面就会呈现这种灰灰的现象 你只要在远远的地方 做一个遮光板 不要穿帮的形象 你的色彩就会恢复正常 所以记得 当你发现你的画面 画面品质不佳 就是你光没有遮好 没有遮好 就会造成反光 反光就会造成画面品质不佳的现象 这点希望你了解我的明白 那这个黑鸟麦克风呢 跟黑雪家麦克风呢 黑鸟是120的 黑雪家一对二可以到300公尺 声音的品质是 黑雪家的声音品质会比较好 那为什么我一直用黑鸟呢 因为这个是 台湾唯一 台湾只有这一只啊 三合一的只有这一只 目前是工程版 那我在进行测试 那其他的都很成熟了 闭着眼睛他都动 那这一只是我下一波主力推广 目标2000只 目标这个三合一黑鸟 我要卖2000只 因为他的价格实在是太诱人了 性能又不错 很适合这个初学者啊 那专业用户呢 我是个人认为你还是要买LAC 150 专业用户你还是要买LAC 工作用户专业用户要买LAC 150 那个就是 怎么讲 他这一阵子 城市升级有一些bug 但是呢 他是我现在在用的麦克风当中 LAC 150还是最方便最好用的 在工作上来说 4K的直播呢 我个人看法是这样的 他早晚要开放的 那在他的规范当中 脸书的规范当中 是不存在4K的 还有就是教大家 你如果说你要上传4K的影片 结果只有720该怎么办 希望我回答这个问题 请刷一个讯息给我 让我知道 如果你上传4K影片 可是呢 他却只给你720 那就 那该怎么办 还有就是我用直播呢 怎么播就只有480上不去 那该怎么办 你可以提出你的问题 我今天会回答你 为什么 影片上传4K 结果你只有 只有480720呢 为什么 那为什么 我们家可以 上传影片 可以传到 4K呢 没有人有兴趣 没关系 我们就不做答 纯粹就是说 讯号的讯号测试 看看聚合这次的成功 好不好 中华电信呢 作为台湾的这个电信龙头 那配合的台湾大哥大的讯号 我们今天把它两个米克斯在一起 用两张信卡米克斯在一起之后呢 获得了聚合的讯号 并且将这个讯号打到伺服器去进行直播 这个伺服器我选择是东京13号 我用的是东京13号的伺服器 那么把东京13号伺服器的那个聚合讯号呢 送到脸书还有打到各位的手机上面 那这一点呢 秒差基本上不会太夸张 秒差我估计应该是在10秒左右 画面的品质就是4K的 你还要我怎样 4K就是现在脸书最高规的直播品质 你还要我怎样 只能做到这样吗 另外一个方法也是不错 你可以拉K 你拉K的话呢 你要看到几K都有 我只能做到4K 你不满意你就去拉K 我也没办法 那最近呢 沸沸扬扬的这个灭带事件 真的人家的女儿啦 好不容易培养成大人了 那交往的过程当中 给人家施暴 那个真的是出口不如啊 低高谷啦 真的是低高谷 好 各位观众 前面的交流道 十四闸道管制 我估计即将有大人物 从这里穿过 我估计下面呢 会有大量的警察部署 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干道 这个重要的干道呢 常常有大观呢 经过 经过的时候呢 就会实施交通管制 每十一个月 会碰到一到两次 这一类的现象 这个包对我很重要 因为我肚子大 就是中年人呢 代谢症候群 那腹部开始 就是都是油啊 太累了 所以我这个 背一个这个包包呢 让自己有一个 就是比较 好的仪态吧 算是 现在我看过4K的直播 就是怪机师跟PQS 能够在脸书进行4K的直播 目前我们看到的 那如果你也有 又在玩这一块呢 可以交流交流 但是我们为了生存呢 也是会有一些些 所谓的这个客户群共享的部分 就是针对客户的部分呢 你可以到门市来 我们会教你 4K直播 如果是非客户呢 麻烦你成为客户再说 如果纯粹要套技术 套诺劳 请你就不要 就自己努力吧 我们也是要活啊 到现在还在亏损 疫情以来就是亏个煤停 真的是很糟糕 这个COVID-19呢 加上这个Omicron 这东西就是一个 折磨企业家的一个病毒 应该是折磨所有的人 不是只有企业家 都受尽折磨 我的安卓手机 其实见鬼 它居然回播到最前面去 不是我的iPhone手机 见鬼 它现在在那个 跑一开始的画面 直播的最开始的画面 跳回去 真奇怪 这种手机做成这个样子 语音辨识世界上最烂的 iPhone这个语音辨识 实际上做到最烂 WiFi做到最烂 硬体的品质又不怎么样 晚上拍出来的东西 跟垃圾一样 晚上再拍街道 那个车灯 音火床斑斑点点 跟垃圾一样 就想到就花那么多钱 买一只手机 是这种结果 其实真的很不甘愿 压根没有那个价值 那我为什么还要用 我就是不想用 但是我不用不行 我工作上需要测试 总是有一些产品要测 iPhone的相容度 我讲一件事 mevo好了 有几个广播电台 他们用mevo mevo 进行直播 然后一直在出问题 问我怎么办 我说那你们是不是全部都是iPhone 他说对啊 我们公司大家都用iPhone 很自信的这样子 我就说 你就把它把iPhone 全部改成安卓 去控制你的mevo直播就好了 从此事情就落幕了 不然我们处理那个 也处理好久 一直找不到原因 后来发现是 用安卓去控制 人家做直播的时候 它本身会过热 还有WiFi讯号不好 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你迷信品牌 永远它是对的 那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后来经过我们验证破解 对啊就这样 像有一些人 买了相机之后 再来买HDMI线 买回去骂我们东西烂 后来我们测给他看 松下一插就有讯号 Canon一插就有讯号 怎么会是线烂呢 但是呢 品牌大没办法 所以针对那个特殊的像 某个品牌的相机呢 它的HDMI线一定要特别挑过 不是人家的线烂 相机相容性实在是差得太离谱了 七八个品牌的HDMI线要打到阿童木全部都打不进去 但是没别人的相机都打得进去 就你的相机打不进去 你要说别人的东西让他说不过去 就只有那个牌子会这样其他的都不会 所以呢我们在现场遇到最多的直播状况就是他不知道线材的重要还有买错相机的可怕 他到现场去做直播怎么点都点不亮 然后怪我们的线不好 那我们就验证给他看啊 是你自己买的时候没有专业的知识 选错了牌子 那么你自己呢 在直播遇到状况的时候就要去承受 他会过热 让你没有办法播完的一个结果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好不好 适合直播的相机 不调光调色直出的相机 可以直接把影片拍得好好不用调整的相机 绝对不是你 看广告可以得到的 你最好来这边亲自验证它 才不会踩到地雷 我们有足够的自信告诉你 好的相机 好的电影机 好的摄影机 好的拍片工具是什么 因为我们从早开机开到晚 没有在让他休息的 这种就是好的机器 这第一点 第二点一定要有C4K40962160 要有6K内涵的 不然意味着你将来就很快就要再换一台 这一点是绝对的 没有6K你完全不用考虑 因为你必须要很快的更换 连YouTube都支援到8K了 你还在拍4K吗 所以6K的重要性不言可遇 好不好 那我们也在DigiPro那边找到6K的记忆卡 可以录6K 不会退卡 不会停卡的 好卡片 价格很公道很优惠 很实在很好用 4K能接下去就太可怕了 不太可能了 4K的直播倒不了地下死了 从来没有成功过吧 有任何的问题请留言 我这边客服 我这样说iPhone纯粹就是希望它能改进 人家做的就很好 你做的就是不行 你不能因为品牌大不在乎消费者的权益 我用安卓人家的语音辨识做那么好 难道你都不用进步的吗 这么多年的语音辨识可以做得这么烂 辨识度极差无比 那我们这种中老年人就是眼睛不好 都是靠嘴巴输入 我跟你们是站在同一条线的 我也很喜欢iPhone 但是有缺点我们还是要指证它 要求它改进 这个才是王道 你说是不是 巨人还在播呢 不可思议哦 熊熊的一颗灯呢 熊熊一颗灯 RGB LINK呢 在这一阵子的运作下呢 即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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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作下呢 即将 哎呦 活着耶 怎么会活着呢 贫宽吃那么凶居然会活着 好塞了呀 好塞了呀 居然4K是活着 但会lag啊 看着出来有lag 但是不知道是接收段还是 我告诉各位 iPhone就是这样子 它的直播就是一直这样子 呃 我用 我告诉你 发生错误 这个可能努力修复一项技术所导致的 iPhone的看 我的iPhone看直播 就是一直这样 我安卓完全没问题 一波看到底 我的iPhone看直播就一直这样 我没有唬烂的 就是一直技术故障 技术故障 技术故障 那之前是拼命的警告 真的希望iPhone做得更好了 不要 不要那个 不要辜负消费者的期待 好了 那我这边要下课 那待会就要用这一台帮你们做 声音的 黑雪家声音测试 拜拜 哎呦 我播个VC 看看好了 好久没有播VC 啊 哇 我拍的烂作品还真多呢 我的烂作品还真是多呢 来一段影片 好 随便来一段 好了 我拍的烂作品还真是多一位 嗯 我拍的烂作品还真是多一位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